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历史百家。 两度登上地位,是福还是货? 你知道历史上还有一位皇帝曾经做过囚犯吗? 你知道明朝的第六位和第八位皇帝都是同一个人吗? 他就是明英宗朱祁镇,他的一生可谓是货福相依,坎坷颇多, 但也正是这些坎坷造就了他,成为一代明君。 朱祁镇登上地位时,才刚八岁,也正是因为年龄非常的小什么都不懂, 导致张太后听政,外期专权,官员权力过大,边。 借战事不断,可谓是内忧外患,这时的朱祁镇,可谓是权力被架空中, 朱祁镇虽小,但是也想赶紧把权力收入手中,所以急功近利,包去了忠臣三阳的职位。 重用太监王阵,导致太监宦官专权,明朝可谓是走向衰退的趋势, 当时的朝局可谓一片混乱。 年轻气盛的明英宗朱祁镇,很想干出一番作为, 正值土木宝之变,蒙古来犯,以往的皇帝都是御驾亲征, 对于外患都是没有忧虑的,朱祁镇,便决定御驾亲征。 朝中大臣全言,朱祁镇很想像先皇和先祖们一样亲征边界, 干出一番作为,不听归劝,让弟弟朱祁玉留下坚果, 可以看出朱祁镇非常的自信,也可以看出, 对弟弟朱祁玉非常的信任,但是,不久,因为王震的自作主张, 导致军心涣散,朱祁镇失败被俘被扣押,瓦剌扣押朱祁镇, 向明朝索要好处,但是以于先为首的官员, 认为明朝这等大朝,不应受到这等蛮夷的威胁,于是与 孙太后商量拥立弟弟朱祁玉为皇帝,改年号为景太, 并告诉边界的将领官兵,不允许和瓦勒等蒙古人见面谈条件, 并称朱祁镇为太上皇,于是,朱祁镇就一直被关押在土木堡这个地方, 这也是历史上有名的土木堡之变。 后来,明朝派将领击退了瓦剌等人,瓦剌等人认为, 关押朱祁镇的这些时日,没有捞到任何好处, 便与朝廷联系,决定放了朱祁镇。 但是,这时的朱祁镇认为他在做皇帝期间, 众,祁镇面前高呼陛下灯位, 就这样朱祁镇再次登上了大明皇帝的宝座。 这也是历史上非常有名的夺门之变。 朱祁镇重登王位后,可谓是非常狠决的, 他先是扎手了以鱼签为首的将领, 然后再将朱祁镇贬值。 个人感觉朱祁镇的一生是非常复杂的, 小时候的他被张太后掌权控制, 由于想更早地获得皇帝该有的权利, 做出一番贡献, 所以他急功建立,急于求成, 迫切地想立功导致他没有一个很好的, 思路去治理朝政, 最初的他又忍不善, 导致宦官专权, 危害朝政,并且他还不思进取, 导致他自己被俘, 五十万大军被攻破, 既丢了皇家的脸面, 还害自己从皇帝变为阶下囚, 尝尽疾苦。 但是我认为, 这次教训也很好地帮助了朱祁镇, 朱祁镇自由登基, 没有一点自己的想法, 像一个傀儡一样, 经过这一次这么多年的教训, 也可以很好的教会他, 怎样诱人, 怎么治理朝政, 什么才是真正的明。 君知道, 朱祁镇的一生并不算光彩, 甚至说是非常复杂的, 他打过败仗, 当过阶下囚, 甚至还做了俘虏, 做了个傀儡的太上皇, 杀过忠臣, 要说他是好皇帝, 是是一位明君, 反正我是不相信的, 但是在我看来, 他绝对是一个好人, 是一个像糊涂蛋一样的好人, 他待人和善, 相信身边的每一个人, 不管这个人是忠臣还是奸臣, 他都相信过, 甚至连看守他的蒙古兵, 都成为了他的朋友, 可见朱祁镇的善良之道, 朱祁镇的后期是真的很努力地向明君发展, 他重用贤才, 对朝政治理有道, 更是做出了一个非常明智, 并且可以说是他一生中最有亮点的一项决策, 在他去世之前, 他的遗嘱是废除殉葬, 这可谓是非常明智受人敬佩的, 朱祁镇是最让我感到怜惜的皇帝, 不仅是只因为他这一生悲惨复杂的遭遇, 更多的是他继位时的年龄太小了, 用现在的话说, 完全是个小屁孩, 他也不像, 乾隆皇帝那般幸福, 虽然都是少时继位, 但是雍正给乾隆留下的是一个井井有条和非常忠心的朝局, 留给朱祁镇的朝局表面光鲜, 其实实质上已经土崩瓦解了, 所以比起乾隆, 我更喜欢朱祁镇, 也更可怜朱祁镇, 也正是因为他的不放弃和坚持, 他才能实现他的夙愿, 成为一代明君。